男拜託是不是也讓各方其實有很多的操作的空間 我更想看到全民和 政黨利益不應該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 現在台北市除了這個陳時中跟林佳龍被點之外 現在還有人點名陳建仁副總統 也有可能是人選 那委員怎麼看 參選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我想每一個想為台北市服務的人都是優秀的人選 那這幾個老王對台北的市政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也不太熟熟 我想現階段的大家就是在各自的崗位上 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 我相信這才會得到民眾的肯定 宗佳龍他今天在訪問節目的就說 如果陳建仁選北市的話 你會很緊張 你會很緊張嗎 其實每一個想要為台北市服務的人 我相信都是優秀的人選 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才 願意出來為市民服務 這都是好事 三百合其實也讓各方 其實有很多的嘲笑的空間 我更想看到全民和 政黨利益不應該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